本節目《屬家長指引》裡面 請請留意 恐懼無處不在 在你身邊隨時會發生 你不知道的恐怖事情 輻射 一個好像聽起來 跟香港人無關的名詞 但其實我們每天都不斷吸收 如果團職在體內 你隨時可能會罹患致命疾病 包括為你帶來不育 肌胎、心血管疾病 甚至引來癌細胞突變 加油, 拭冷 七二十五 你會說可以罷孕 我想說吃飯 我會喜不喜歡喝飯 所以我會想吃飯 有些飯吃飯 我喜歡吃飯吃飯 我會想吃飯吃飯 所以我會想吃飯吃飯 核輻射、輻射漏等話題很關注 今天我們請了一個 就是思琦妹 跟我們一起研究一下 輻射這個話題 輻射這件事,你本身害怕嗎 其實我想在日常生活中 也有很多輻射 我們平時打電話 電話不停的話,輻射會上頭 好像請了一個專家上來 始終你看不到,又無色無味 就算現在你說日本記回來的 我照樣用 我有朋友去完滑雪 不幸運,兩個月後就有病變 傳聞是因為那次的核爆 對甲狀腺病人、患者的反應很大 所以也很恐怖 患者回來就有這種病變 對,兩個月後就… 這個月有因來影響 這件事以而傳而 很難得到確實證據 是 這個時候是否要多了解輻射 簡單來說 輻射大致可分為電離輻射和非電離輻射 電離輻射的頻率比較高 當中我們最熟悉的用途 就是核能發電和X光 而非電離輻射的頻率就相對較低 其中包括光線和無線電波 而我們日常生活中接觸到的電子產品 訊號發射站和Wi-Fi等等 就是非電離輻射 原來輻射也有分 即是電離輻射 旅學也有多久 經典的輻射 不過我想它們也是輻射 是有分強弱 我想總是對身體無益吧 始終對人體不好 對,我也是這樣說 大家都害怕 近年就說不如不要去日本吧 你這樣想就未必對 因為據說,有據說,專家說 是否朋友的朋友說 專家說,香港的輻射比日本高 你信不信 每集無孔不入都會以問題遊戲形式 跟大家深入探討、研究不同主題 答中問題最多的嘉賓或主持 就可以指定某人接受大挑戰 現在就馬上進入第一條問題 無孔不入,真與假 大家可能未必知道 香港有很多地方的平均輻射 原來比東京還高差不多一倍 東京的平均輻射大約是0.08微稀 我們去到香港幾個不同的地方做測試 結果普遍都高過這個數字 不過香港的輻射這麼高 是有原因的 不知以下哪個原因才是真呢 A 香港很多人的家都塗上油漆 原來這些油漆的成分中 包含放射性氣體 吸入過多會增加致癌機會 B 另一個說法就是 香港大部分的建築材料都是花光癌 而花光癌是會釋放一種 叫冬氣的放射性氣體 而它就是其中製造核的原料之一 所以香港本身就是一片腹地 究竟誰是真, 誰是假 你覺得這條是宋芬的 宋芬? 對 我選… 自衛型的, 選B B 為甚麼? 花光癌 花光癌 是香港的特質 對 讀出漢的時候 我們經常看到香港的地理 全部都是花光癌 沒錯 我也是上年才讀完中間 對, 我忘記了很久了 我真的不知道 但會否建築材料用的成分 比例都會大一點 花光癌 對 你長大了, 可能幾步長才油 用三合肚 所以不會大一點 而且香港人很注重這些東西 我覺得不會放射性的物質 在油裡面 現在都說不給 你想想 是嗎? 你扭不太多 現在那些大妻子不中 不是 甚麼大妻子 我? 問題是 這些樓我們用三合肚 甚至現在很多是用… 最簡單的, 做綱材 然後做起樓 有多少花光癌的成分在裡面? 你想想 很多, 因為就算它不是那麼多 但香港的樓實在太多了 對 實在是成分 你這樣說 我覺得這樣 那是否… 你可以改A的 對, 不如你嘗試改A吧 是的 我是不受人左右的 是嗎? B 我也是B 不如去片, 好嗎? 好 香港輻射這麼高 都是因為花光癌 香港是建在福地之上 是輻射的福 而花光癌裡面有油 油衰變變了冬氣 冬氣是放射性的氣體 而香港很多建築物 建築材料 是用花光癌 發出放射性的物質 所以在家居裡面 我們要記住多開窗 讓空氣流通 這樣就可以減低室內的東西 但是有油在裡面 我現在回去改一個習慣 因為經常都怕開窗 一年三、六、十五天 我都關上那個窗 對 所以現在… 沒辦法了 你們藝人不太喜歡開窗 什麼叫我還是我 我這些就算不穿衣服 打開窗也沒有人拍我 對… 我想看,對不起 不過說真的 如果你說花光癌有很多 離開城市就可以了 Dr.Lo說了 花光癌整個香港都是花光癌層 交外的山都是花光癌 是嗎? 什麼意思? 可能要去別處,外國移民 我告訴你 可能是避無可避 為什麼我要這樣說呢? 看看裡面 如果大家以為遠離市區 就等於遠離輻射 那就錯了 因為你平時用電話、坐車 去商場都會接觸到輻射 而且還有不少都市傳聞 就好像… A 坐鐵路講電話 輻射強度暴增90倍 B 冷氣機發放輻射強度 超過電視機20倍 究竟誰是真的? 誰是假的? 怎樣? 冷氣機又有? 我知道電氣是有的 但是冷氣機… 我也是不知道 直覺告訴我 鐵路的答案很合理 我也覺得 但沒理由這麼簡單 他突然推一種我們平時不遺意的 你選另一個,我選A 不行,我想看看思琦否選什麼 思琦否會選什麼 你選什麼? 我選冷氣機,不如 冷氣機是A、B 為什麼呢? 冷氣機是B 剛才專家說過 空氣要流通 不然花光癌裡也有輻射的 冬氣在這裡 所以流通就好一點 如果這麼大的害處 如果它關上窗 你當然會開冷氣 開冷氣? 你們不知道 但我覺得地鐵也有這種情況 地鐵是一個尖箱 你一邊走過閘 超高密度 而且你想想 輻射除了花光癌 還有很多種 而且地鐵走的都是… 不,你先選D 然後我才解釋 你不好了 你做人 是 你現在是同一條船 但我又有閒地 經常都在一條灘路裡 輻射困住了 給我看看吧… 在鐵路上用電話的時候 輻射的確會暴增 主要原因是 因為車在行駛的時候 訊號就會沒那麼穩定 而且在繁忙時間 很多人同時用電話的時候 就更加會影響訊號 令輻射再倍增 其實是否乘搭鐵路會比較安全 不如用少點電話 對 每天必須要搭的交通工具 而且每天進去車廂裡 每個人都在埋手 看著電話 每個人都是這樣 最慘的是每個人看著電話 所以你說害處是多少 眼睛又不好 因為他說的 其實我不想接受現實 所以我不選擇 你用機器不要緊 這是二十倍 因為發放信息 或是下載一些資訊、影片之類 當時的能量就大 接收力更厲害 所以輻射量就更加大 難怪那時候我媽媽經常說 不要把電話放在褲袋裡 否則… 她也是聽回來的 生育能力會比較差 你想生小孩嗎? 你想一點 你想一點 不過我經常覺得 而且聽到我在這行業這麼久 就是電視行業不可適 就是輻射量最高危險 不是吧 而且如果是電視台的話 一定有發射的信息 對… 截收器 由這裡開始 所以這裡豈不是很強 那怎麼辦, 唐哥 大家不用怕 你這個… 有這個… 鼓滑的… 鼓滑的按鈕 是怎樣?解輻射嗎? 不是, 輻射沒得解 有得解釋輻射 我們就看看我們在空氣當中 我們看看我們的廠床… 它是聲音, 為何… 是我的椅子 是我椅子, 因為… 是… 這是唐哥 你不用怕 好, 看到現在的數值 就是0.180 即是高還是低? 有高出的嗎? 是高的 我們高的幅度 高於東京, 高不高的幅度 高的幅度, 我們大事件 高於東京 對 即是要吃倍了 我們現在在0.180 這個廠裡 213 我忘記了 志祺妹妹在那裡 0.213 0.216, 還在增加 所以說, 輻射這家東西 無色無味, 我們避無可避 真是無孔不入 下一節回來 我們會跟大家說說 輻射洩漏的應變措施 千萬不要走開 錯了 香港除了是福地之外 其實還有一個核危機在身邊 就是距離香港 只有50公里的大鴨灣核電廠 在2016年11月底 有報道指 核電廠在大維修期間出現問題 雖然事後證實 並無輻射洩漏事故 但仍然令人擔心 說了 上一節我們說了 日常生活接觸到的一些輻射 對吧 現在這一節回來就說說 專家也說了 在安全劑量, 標準劑量之下 就是安全的, 不用那麼擔心的 是 輻射 專家跟我們說, 未必完全正確 我覺得也是 因為核的劑量 無論它有多低也好 都一定會對人體有影響 所以沒有說安全和沒有問題 所以說如果大鴨灣 觸碎有什麼事發生的話 無論洩漏多少 我們還是會有事 我們很接近而已 很接近, 我們有個計時炸彈在身邊 不知道何時會爆發 這句話是你說的 遇防… 對 遇防症遇治療, 坦白說 如果真的有事 我們要採取什麼措施呢 這件事先看看片段 對, 坦白說 曾經有專家批評過香港政府的 大鴨灣應變計劃 只可以應付洩漏事故的最初24小時 如果之後核災仍未受控 香港人亦一樣不會知道怎麼辦 如果這麼不幸運, 發生核爆 我們即時應該怎樣做呢 A, 留在室內不走 因為輻射無處不在 走也沒用 B, 向海路走 因為海上四通八達 那就不會有阻塞問題了 究竟誰是真, 誰是假 許一, 說的是24小時 而無法控制後, 你還可以怎樣做 我想我會選擇留在家裡 為什麼 因為無處不在 一來, 二來, 我覺得越空曠就未必好 我不知為何我經常承認海是反射 還是留在家裡比較穩固 我選A 你不要抄襲我 我不是抄襲你, 你先聽我說 好 因為輻射在外面 可能有些風吹走了 所以我反而留在家裡 讓它多吹走後… 暴露倒在空氣當中 對 你打算不開水喉嗎 那我不是最多24小時內洗澡嗎 她老公開水喉就行了 我會殺死她, 如果他開水喉 很容易死 開另一條水喉 不是 但有些矛盾的位置 剛才說要開槍, 現在又說不開槍 因為在外面爆發了 那倒是 你明白嗎 有蛇塵的污染 A 我在想, 其實你那個很有道理 我嗎 你們兩位都會… 你不是同一個答案嗎 我解釋得比較好 我小時候… 我看過一些書 說的時候, 為何有重陽節 為何在聖經故事那裡 那些人上了山避災 即是說不是當正的風向 在山後面 是否有可能 如果我沿著海路走 我走到另一邊, 行不行 你這個像水浸 如果水浸, 你上山就可以了 我的選擇是…我覺得… 政府呼籲有什麼事情發生 都是留在室內比較安全 你真是神經病 但是… 其實… 但又是你說的 真的有重大事故的時候 你走不走出去 你也可能會有危險 不過如果我想 會不會在室內的環境下 有好像以前打仗的防空洞嗎 在地洞下面的位置 可能會減輕一點的輻射 立刻找個地方防空洞 尤其是對於思琦妹 如果有小朋友 我也是選A 你扯著她出去, 似乎很危險 是… 是否留在家裡最穩困 留多久? 24小時… 如果是24小時的時候 我當然會選A 當然 最初的20小時, 當然是不走 還跑去哪裡? 還不踢樹 我們錯了 我不知道 總之現在四個同一條船 要不就一起對, 要不就一起錯 對, 聽政府勸語 看片更好 看看答案 一般人可能立刻看到有核瀉 在電廠裡 立刻打算第一時間離開 但第一時間離開 可能會令自己承受更多的輻射 因為核瀉第一個途徑 很多時候都是通過空氣去洩漏 如果你當時接觸到空氣 外面有很多輻射的話 你很可能會吸入體內 而這件事是在輻射防護裡 最需要避免的一件事 所以對一般市民的奉勸來說 可能就是… 在家裡關上窗戶 關上所有抽風系統 如果再做一步就是儘早處定 一些乾淨的食水 因為很多時候透過空氣 那些輻射都會落到未來的水塘之類 污染了食水 太好了 我們一起合作 我們一起合作 轉軚是對的 恭喜你,泰兒 恭喜你 其實我覺得現在最重要 就是七出說一句 發生甚麼事也好 要在家裡儲存食物 對 食水、飲品等真是很重要 你真的不要亂說 中國人多敏感,又去掃貨 你還記得當時有沙士時 又說要搶兒媽 想鹽 亂跳滑水 因為有時危機在你身邊 你真的不知道 好像除了大瓦灣的核電站之外 其實我們身邊 還有一些很高風險的核電站 真的在附近 大瓦灣很近 找甚麼人來,為何客人 香港這麼危險嗎 對 預計在今年將會投產的台山核電站 跟香港距離只有130公里 除了距離相近之外 本身亦有一些引發核爆的不利因素 A, 核電站離地震帶相當接近 B, 反應對壓力容器用料脆弱 究竟誰是真, 誰是假 這個… 我覺得難選 對我來說, 我覺得難選 是嗎 我會選B, 為甚麼呢 但做得這麼完善也選B 做完善就是不利因素 好, 引發核爆、核洩漏的不利因素 就是會不會因貨就回家之類 是, 我彷彿明白了 是 我也選B了, 這個真的是 但剛剛福島的也是因為地震 芙哥, 既然你不相信我們 我幫你選 甚麼芙芙姐 A… A 我也覺得好像是A 對, 我幫你選 那詩琦, 最多你坐 我覺得… 如果要興建一個台山核電廠 我想每個人都要有標準來監控它 或是要求它 但每個人都有標準 對, 也很重要 我明白你也 但是如果標準不通過的話 也不讓它… 通過的東西, 只是一個優惠 不讓它存在, 當然不存在 可能真的有很大機會 地震大底下發生的問題 所以我好像… 你選A… A, 對 合理吧, 事不宜遲 不要讓它轉軚 你都說得出來的 甚麼都沒有說過 可能有事發生 你又要思考 對, 我不會讓你轉軚 我們不動了 你直接按這裡 舉手不回… 好, 看答案 現在說到台山來說 一個比較大的風險 其實是在於本身的零件 我們網傳 就在去年 法國裡用了很多不合規格的零件 影響到反應爐裡的猶豫性 到底能否發生 事故的時候 將所有複蛇不讓它外洩 這是一直都成疑 而剛好台山的電廠 正在用一個同類型 同型號的一個反應爐 到現在, 至今日為止 我們都不知道那個反應爐 到底有沒有用到一些 不合規格的零件 其實說了那麼久 究竟人體要吸收多少輻射 才會威脅生命呢 以一千微稀等於一毫稀的單位換算 照一次X光會吸收至少0.1毫稀輻射 距離增加致癌機會的數量 還有一千倍 而人體吸收超過一萬毫稀的放射物質 才可能會導致即時死亡 那也不用那麼害怕 只不過我們說到核電廠就… 對, 有點牙燕 說真的, 我想輻射這些東西 無論你在哪個地方都好 都會有機會影響到我們 所以SK妹, 你是否有防空洞 介紹過你吧 我躲在裡面 我相信身處地球 每個人都會受到輻射的影響 所以任何事都可以 你越說越多了, 越害怕 對… 反而壓力對輻射的影響更大 對 說到壓力 好 為何你這麼大壓力 在幾年之間 你會否覺得自己答問題的命中率低了 不要緊 今天是輸家, 還有愛名的 SK妹 我會有愛名的 即是贏的是我和唐哥 對 對 論資排輩, 我就說獎有尊卑 對 Bel姐又比我還好 當然選Bel姐 我小時候入行, 你別騙我 對, 你是全身入行, 我知道 但你也算是比我早 所以… 不用怕 這樣吧 你挑戰都沒怕 對, 這樣吧, 對… 請來我們今天另一位嘉賓 麻煩嘉玲姐 Bel姐, 揭一揭一揭是甚麼 很吵 很吵 我不明白為何你要這樣揭 不行 你怎麼這麼害怕 摺他身手 很吵 不, 女蛇 為何你可以不害怕, 嘉玲姐 因為我對慣了牠 對慣了牠就不害怕 是你的寵物 對, 這條是我的寵物 多數人怎麼反應都是這樣 都是對蛇有恐懼 對, 很多很害怕 但有很多對牠一段時間後 會覺得牠很可愛 我很尊重動物的生命 對, 尊重… 但是我很恐懼 你先摸一下 摸一下, 摸一下 叫甚麼名字 小白 小白 小白, 握個手 小白, 握個手 小白握個手 握個手 好像還有牙齒 沒有 真的沒了… 真的沒了 我不是叫牠罰了 但你照受挑戰 就是把牠放在你的肩膀上 沒有 太好了… 現在這樣了, 不要 嘉玲姐, 謝謝 好, 劉亞哥 我幫你拍著牠的雙手 不要 我幫你拍著牠的雙手 對 嘉玲姐, 我想問一條蛇 我們聲音越大 會否影響牠的情緒 不會 牠不懂得聽 不過這個可能會影響牠的情緒 很漂亮 很漂亮 你現在像那個阿珊珊 你真是臉色 想幫你拍出照 不, 其實… 嘗嘗享受… 好可怕 為何會鑽 牠在探索你的身體 其實很恐怖 然後讓棠哥玩一下 不, 你… 真的要給棠哥玩 我們很特別感謝嘉玲姐 還有思琪 謝謝嘉玲姐 記住…大家千萬不要忘記 可怕的事情隨時在我們身邊發生 這個世界真是… 無恐怖 再見 再見 很漂亮, 我拍到你 很害怕 快點 你揹個頭 即是怎樣 他還害怕和我 對 好…